威威木塔光耀千年 滔滔散干奔流不息 国运绵长 进转着这座县城与时俱进的创新气魄 山水多情 滋养着这方土地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这就是应现 雁门关外的创业乐园 山西北部的开放之城 映现是中华文明的一枚脚印 这一代属于新实际时期宁河湾文化圈 此后当李克用起 先后走出李存旭 萧太后 高鲁立等王后奖项 共产早期有曹武签等辉药史册 共和建国二致新时代 有刘苏 白吕等九位将军 高福 郭正堂两位院士 都是应现 都是应现的胶子 建于辽清宁二年的释迦牧塔 历尽千年 威然所历 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极致今代遗存净土寺 久变重镇内长城 无不令人向往 二零二年 应现入围山西省首批千年古县名录 这座集佛教文化 古建文化 辽金文化 预体的塞外名城更加熠熠生辉 应现如诗如画 风景如好 龙首翠微两山 遥相呼应 桑魂两河营绕如带 有地质奇观石柱山 空中草原跑马羊 寻根圣地龙首山 避暑乐园 龙潭湖等自然奇观七十多处 全县自然森林十万多亩 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二十点一八 城市绿化覆盖率百分之三十九点七 相继获得中国绿色明线 全国生态文明先进线 国家园林县城等殊荣 近年 应现全力实施文旅山貌融合发展工程 精心打造古建文化 红色记忆 长城遗址 自然山水和生态田园五条旅游线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正向全国知名文旅康阳目的地 昂首迈进 应现区位优越 交通便利 境内有十两 朔玉 大石三条国省道 荣屋二广两条高速公路 距朔州机场和大同机场七十五公里 铁路已融入全国高铁网络 未来两个小时经济圈覆盖北京 太原 石家庄 呼和浩特等北方主要城市 覆盖人口超一亿 特别是山西经纬通达物流园区 将天津港口唐山港口功能延伸至应线 开行六列中亚 中欧搬连 为全县内贸物流 提供了畅通便利的出海口 应现地处北纬39度龙木黄金带 盛产上百种复兮农产品 通过实施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工程 培育了蔬菜 玉米 黄芈 小杂粮 奶牛 肉羊六大优势产业 全县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达到25家 三品一标产品达到56个 应州绿蔬菜 荣登中国品牌价值排行榜 应现青椒 荣登2020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榜 紫皮大蒜 道地正为极双双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商标 成为全省首家获得出口认证的蔬菜种植基地县 全省现代农业示范县 应现境内及周边原料富级 质优价廉 曾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陶瓷文明 黄花灵谷窑 改革开放初期 研制生产的二龙细珠丸等工艺产品 多次获得不优省优 应现作为北方御用词都 今年 全省已建设全国陶瓷生产基地为目标 加快实施新型工业做大做强工程 供引进陶瓷企业十九家 二十八条生产线 年产日用瓷十亿件 建筑瓷五千五百万平方米 工艺值四千万件 陶瓷产品行销全国各地 出口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应现陶瓷或中国地理标志商标 承办的全省陶瓷产品进出口交易会 成为永不落幕的盛典 炉火相传 千言不灭 从辽宋点亮一直燃烧到今天 粗广豪放的黄土地 铸就了应现人热情奔放的性格 今年 县委县政府深入实施六大工程 扎实推动六个转变 把招商引资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拖破口 制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在土地 税收 融资 人才等方面 完善顶层设计 健全奖幅机制 成立占地十四点二九平方公里的 经济技术开发区 全力构筑一区三元 多点支撑 极具发展协作互补新格局 实践中 全线上下主动与中央审市要求对标 与先进地区对标 与企业的期盼对照 以打造五个环境和三无三可的营生环境为目标 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 全力推动无有套餐落实落洗 构建亲亲政商关系 政务服务中心进驻单位达到22家 业务窗口达到78个 推动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政务服务满意度达到百分百 应现深入贯彻落实 全省承诺制加标准地加全代办改革要求 真正当好支持企业的娘家人 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凝聚一切为了招商 一切服从招商 一切服务招商的强大合力 引进了一大批含金量高 含新量高 含力量高的大项目 好项目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质量水平不断提升 有鹏子远方来 博异力量乎 遇见应现 一切美好极可遇见 应现 1700平方公里创业乐土 24万热情好客的人民 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向您敞开朴实的胸怀 邀您走近应现 投资应现 圆梦应现 携手开创 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